关注大马掌握国际 欢迎收看RTM华语新闻 你好我是林芷莹 来看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国的新冠肺炎基本传染数 在攀升到近两个月以来的最高纪录 传染数为1.05 国家元首苏丹阿布拉促请大家不要松懈防疫 否则将撤回所有的限制松绑 首相将在明年度裁案 拨款1亿4500万令吉 加强英语族群的社会经济 确保在大马一家的概念下 没有人被遗漏 一名摩托骑士在首都的一家天油站 用头盔殴打一名年长者 警方促请目击者到警局提供情报 也劝请民众理智警示 来关注国内最新的新冠疫情趋势 我国昨天通报55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累计死亡病例达29,631例 其中11例为送院前死亡 累计5,994例 根据卫生部Covina网站发布的数据 12月昨天通报的死亡病例为全国最多 新增22例 至于其他邦州和联邦直辖区 雪兰儿、吉兰丹、霹雳和沙巴各有5例 吉岛和登加楼各有4例 马六甲2例 柔佛、彭亨以及吉隆坡则新增1例 苏美兰、槟城、玻璃市、纳敏及部城 没有通报死亡病例 活跃病例方面 昨天新增1042例至65319例 其中77.9%或50862人居家隔离 12.5%或8196人 入住低风险隔离及治疗中心 8.8%或5734人住院 共有527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其中277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同时 我国的新冠肺炎基本传染数在攀升到1.05 是近两个月以来的最高纪录 对此 大马医药协会也提醒大家 我国新冠疫情复苏开始停滞 而且确诊病例也有攀升的迹象 卫生总监丹薛约上在个人脸书专页 发布我国最新的冠病基本传染数 全国的基本传染数不断攀升 昨天更达到1.05 其中八深谷地区的基本传染数最高 不成1.2 吉隆坡1.05 雪兰额1.04 其他基本传染数超过1.0的周数 包括森美兰1.03 彭亨1.01 以及吉兰丹1.0 其他邦州的基本传染数 目前都少于1.0 昨天新增的580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有102例为第三 第四以及第五期患者 其他都是无症状或轻微症状患者 尽管我国的新冠疫情已经步入复苏阶段 但是大马医药协会 孤家财医生则劝起民众 不要以为疫情目前已经受控 以及进入与病毒共存的阶段 就放松戒备 他说事实上国内的基本传染数不断攀升 这情况令人担忧 此外 登家楼的加护病房使用率 更是高达84% 也有专家指出 国内有很多人好像都忘了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例如正确戴好口罩 保持人身距离 更提醒大家不要以为打了新冠疫苗 就刀枪不入 疫情思虐我国将近两年 国家元首苏丹阿布拉促请各造 继续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并且从过往的经验吸取教训 陛下提醒国人不要松懈防疫 否则在国家复苏计划下所享有的放宽措施 随时都有可能被撤回 阿布拉促 肯定会变得明显 而肯定会变得明显 配合国家元首苏丹阿鲁拉华丹 陛下昨天也在国家王宫 册封有功勋弦及勋章给1207名有功人士 首相德德斯里伊斯曼萨比表示 在明年度的裁案中 政府将会播出1亿4500万令吉 以加强英语族群的社会经济 这项举措不仅符合国家发展的议程 同时也顾及所有族群的福利 确保无一例外 以加强英语族群的社会 以加强英语族群的社会 中文字幕提供兼的社会 无论如何 首相呼吁各方在庆祝佳节时 继续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不要松懈和侵蚀新冠病毒的威胁 并强调一旦我国松懈 新冠疫情将继续困扰和限制国人的自由 国内市场上的肌肉价格频频上涨 消费人怨声四起 对此除了国内贸销部 农业及食品工业部也赶紧采取措施 稳定肌肉价格 以免加重消费者的负担 肌肉价格上涨作为中间人的小贩 当然是首当其冲 不仅来户贵 有时还会被消费者杀价 肌肉价格变贵 其实小贩们也是逼于无奈 小贩透露 肌肉价格上涨 主要是因为肌肉市场供不应求 甚至用来喂养鸡汁的 肌肉价格也在上涨 农业及食品工业部副部长 尼姆阿曼表示 政府目前已经制定了 稳定肌肉价格的计划 希望接下来市场上的肌肉价格 会开始下降 政府所采取的措施 包括大范围种植玉米 以解决肌肉短缺的问题 另外 国内贸销部早前也已经委派官员 到零售商和批发商监控肌肉价格 以确保没有从中猛利 就在马六甲周选进入竞选期下半段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丹西安纳莫萨宣布 从今天起 大马电台电视台RTM 将会播放马六甲周选 所有候选人的海报以及个人资料 以便各候选人在疫情之下 也能公平竞选 为了避免国内周选爆发疫情的悲剧重演 本届周选 水委会已经制定了 一系列严格的标准作业程序 对此 安纳莫萨指出 考量到候选人竞选的困难 政府同意通过RTM 平民及公平地播放 甲州候选人的肖像和个人资料 水平民及公平的务情 目前RTM经受指示联系每一位候选人 以便取得竞选资料与素材 对于有关举措 国盟妇女部长德德士尼娜哈润也表示支持 她认为这不仅为本届周选提供了崭新的竞选平台 同时也让选民更了解候选人 明智投出手上的一票 根据国安会制定的指南 在马六甲州选期间 各政党和候选人 一例禁止举办实体竞选活动 当中包括演讲 爱护拜访和走访社区 同时 卫生部长凯利早前也促请政治人物 走访时减少随行者 以保持人身距离 树立好榜样 马六甲州选的竞选期来到第七天 在防疫限制下 候选人被禁止进行实体的竞选活动 但是有意成为人民大议室的候选人 还是马不停蹄的在线上向民众败票 下来带您来看马六甲候选人的最新动向 作为吉利旺国阵候选人的林万峰 昨天和交通部兼马华总会长得的 未加强到吉利旺广场的市集闲逛 他在脸书上贴文表示 很高兴看到马六甲步入国家复苏第四阶段 各行各业陆续恢复正常运作 他也透露 小吉利旺人民组屋计划已经被搁置一年多 他承诺 如果得到人民委证 他将会精力协助落实这项计划 以及兴建更多可负担房屋和人民组屋计划 至于在政坛上 出路锋芒的哥打拉沙马纳国盟候选人冯凯琳 则频频出席网络活动 作为政坛新生的冯凯琳 脸书也拥护不少的支持者 首次角逐马六甲州选区的他坦言 政治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 但为人民服务的心一定要一致 同样是以新人姿态上阵一例州选区的 西蒙候选人林朝燕 他坦言 尽管自己出生就发现上恶有缺陷 但却不会影响他的表现 以一例区秘书身份服务将近十年的他 在一例以不接触的方式 亲自派发传单 在街道居民投诉水沟阻塞 也赶紧到现场视察 采取行动 同时 以独立人士出征 林比亚州选区的 Sabarudin Kudus 则在脸书上展现了自己的才艺 自谈自唱劝请当选的候选人 都要记得许下的承诺 另外他也亲自到州选区巡视 视察当地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首都的一家天游战 用头盔殴打一名年长者 吉隆坡15北警区主任 阿弥勤赞随后发出文告 说明事发经过 他也促请在场的知情者 可以到警局提供情报 协助警方破案 阿弥勤赞在文告中指出 警方发现一名推特用户 在昨天早上11点31分 将视频上载到社交媒体 有关事件相信是在吉隆坡大使路的某家邮站发生 这支长达43秒的视频显示 一名摩托骑士脱下头盔 殴打一名正在为车子添油的轿车司机 他提醒民众 在警方完成调查之前 不要再散播这支影片 他也劝请大家保持冷静 不要失去理智伤害其他人 或者制造恐慌 同时 他也希望这件事情的目击者 能够前往邻近的警局 提供情报 随着金融科技发展迅速 金融科技的应用 已经影响了年轻人的理财观 许多年轻人更倾向于 先花钱后存钱的消费模式 对此财政部长 邓顾扎夫指出 良好的理财规划 对于年轻人而言至关紧要 这不仅能为他们做出正确的理财决定 也能保障财务安全 邓顾扎夫指出 研究显示 国内18到29岁的年轻人 急切需要提升自己的 个人理财素养 而理财社会化 清融科技 财务自律 以及培养良好的理财素养 这是决定个人财务安全感的重要因素 关疫情让各行各业受到重创 不过却有很多人选择不放弃 为了生计 想尽办法重振自己的生意 在吉兰丹就有一对夫妇 原本经营杂货店的他们 疫情期间生意大受打击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他们突发奇想 用小黄鸭为主题 出售国民饮料梅露宾 豆区的外形 直接让他们成功在一天 卖出500个大小不一的梅露宾 现在就带您透过镜头 一探究竟 就是这个外形豆区的小黄鸭 让他们的摊位 在社交媒体疯传开来 有些民众不惜排队等候 就是为了一场小黄鸭里 装着的饮料 现年37岁的 姆哈曼·法尔·卡米尔 以及39岁的妻子 在2018年合力经营一家早货店 不略一场无情的新冠疫情来袭 让他们的心血几乎位于一旦 疫情期间 夫妻俩试图在早货店内 经营饮食帮补收入 不过结果却没有想象中理想 这时候他们想到之前有人 利用一桶一桶的容器来售卖饮料 得到不错的回响 因此他们灵机一动 用可爱豆匙的小黄鸭容器 来销售美露宾 末尔·卡米尔 尔·卡米尔 尔·卡米尔 他也借此机会鼓励受影响的商家不要轻易放弃 如今这对夫妻一天可以卖出500个 8令吉到30令吉不等的美露兵 一天需要用到的美露更高达30公斤 大马羽球一哥李子佳自从出征东京奥运后 羽球赛事从不停歇 直到上一次在德国公开赛中因为腰伤决定退赛 对此李子佳究竟会否出战印尼大师赛还是个未知数 无论如何李子佳坦言自己将会详细考量各种因素 以决定是否出赛 三教育的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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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waktu因为我 Hobby 也很孟 我尽到未来拥有所懈会 我哪些 少做素对我的 威士到我 我想 我哪些 那atura 我现在 我 manif假 info 我 tar 我能复着 更多的 很多先生 bag 仍这些 去把烹 utiliser 少顶 这几核 如果你 我 并觉得 我将 �设 af 有 李子嘉的世界排名 已经从世界第八晋升一个位置 目前为世界第七 印尼大师赛将在11月16号 到21号执行 如果李子嘉最终决定出征 他将在首圈迎战丹麦选手节目课 无论是金字塔还是人面师生像 人们来到埃及就像是穿越千年尘埃 走进历史长廊 新闻结束前一起来看看 时隔18个月后重开旅游的埃及 我是林芷盈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